那其實我關心這個教宗的意義 我關心了兩年多 那我想提一個概念是說 因為我以老師跟家長的角度一遇想 其實以小學來講 現在幾乎都是家長學生 一個兩千人的小學 基本上大概就會有 將近兩千台人 每天在佛命演出的接送小孩 包含我自己的小孩 其實是我爸爸在接送 他年紀也六十幾歲 那我就想說 我們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住在學校附近 只要學校附近學區 基本上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來發展一個 當然軌道車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願景 但是沒有說馬上就會做到的 可是如果說我們任何的改革 可不可以從既有的系統去修正 這樣的話就是說 一個遠的目標我們可以期待 然後可以花比較長的時間去修正 那比較近的 我們可以用現有的系統去修正 那我簡單講這個概念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有任何一個市政府 他願意做一件事 就是在七點到八點 那個上班上學的間公時間 提供一種公車 他既是公車又是校車 然後他可以串連三到五的學校 比方說以台中來講 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 包含民進的一些學校 然後就提供這種 甚至他可以是免費的 然後家長只要把小孩帶到路口 然後很快樂的上這個車子 那這個車子他甚至可以 我剛剛很認同你說的 所謂的城市是一個文化的容器 那我相信我們也可以創造一個優質的公車 是一個文化的容器 舉例來講 一上這個公車之後 他是播放的是古典音樂 然後這個公車上面有很多 藝文活動的資訊DM在上面 有音笛燈 我覺得這個其實把公車變成是我們生活 因為每天都會接觸到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公車剛剛在跑 雖然是免費 可是基本上能夠騎車 拍車的人 他基於方便的問題 他一樣會去想要靠自己 我覺得我們台灣 就是一個靠自己的地方 什麼東西都要靠自己 連讀書都要靠自己 我說的靠自己就是說 大家對於公共的東西 非常沒有信任感 為什麼補習要補這麼多 就是對學校極度的不信任 那我甚至 我最後把這個當作一個結論 就是說 你看像我是公寄屬教老師 可是我發現我們的同仁 基本上是把小孩聽電話 進去做 連公立學校的老師都對自己的體系 這種感覺有點像說 Poyota的員工 如果他都不買Poyota的車 請問大家要不要買Poyota嗎 我覺得這個 那最後我想一個口號 我自己有想一個說詞 就是填碼城市 是一個概念 然後再來BMW的交通方式 Biking 小大車馬 然後Metro 大宗運輸 還有Walking 剛好三個字就是BMW 也許我們可以用這個BMW的 就是說以後大家來參與演講 會都是做BMW Biking Metro and Walking 好 謝謝 請幫我為教育問題 留給我們蔡副市長 也是我們中醫中跟建中的前校長 怎麼來到我們的教育問題 不過交通的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一個城市它的所謂的 地理跟人文的文路 也就是它的網路已經形成在那邊了 你必須在這個當基礎上去順著它的文理 去發展不管交通或任何的這些活動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些學校當然涉及到 包括那個校車的問題 因為其實車子是要準時的 不然的話這個會而且量要夠多 這個也是為什麼高鐵公車免費對不對 然後這個路線 你也可以預測時間 那市政府也試圖去做這些 但是可能幾個幹道 也要做到這麼全面 那個真的涉及到監控系統 比如如果你去大的城市 東京啊首爾甚至 就是說整個衛星 整個那個即時監控的行車 行控中心啊 功能要非常非常大 那個硬體軟體的建設要有 然後配合上原來的路網 還有這些路權 那整個才可能解決 不然的話 一個人萬一他沒有出來 或者是說 因為這個塞車造成了整個拖延的話 這個在技術上 也是相當大的一個挑戰 但硬體上 就涉及到我們的路 怎麼樣去規劃這些路網 路權 然後這些車子 你怎麼樣去能夠具備 所謂的有校車性質的這種公車 然後最後就是整個要準時的問題 那我是認為 那個忍受可能還稍微歧視 我是覺得要治理交通 必須從根本的那個 所謂的他的那個 我們講他的心臟跟動脈 要通啦 然後一個一個來解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要先做環狀化 讓車子不用進市區 有一半以上在外圍就已經 達到他要去上高鐵 高速公路或去大高鐵了 這個時候自然啦 裡面慢慢來治理 然後區塊的處理 所以我剛剛比如說 假設我們的台鐵 三線已經高價接應化 海線也做起來 先做到清水 然後把清水跟彈起來 就彈亞繩這一塊連起來 大概整個原來台中縣的 彈亞繩以來一直到彰化中間的路往行程 然後當然這個部分慢慢做之後 再往上或往下 到甲後 就是大甲後裏 或到彰化 就是說整個中台灣 其實要有一個很整體的交通車 但是現在交通不完 把它推給台中市 因為現在我錢 他還是從台中在看台中 他沒有從台灣 在看中台灣的發展 或中台灣怎麼透過台中 來帶動之後整個 我們的大台 我們的大中部 能夠連動起來發展 這種思維 必須要有一種新的願景 然後我們下了決心之後 我覺得找資源 或找到一些好的方案 應該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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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看過台中海峽 雖然說它已經超越大陸山 289公尺的這個標高 要往300公尺的方向前進 可是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還是看不到這個 我們想要看到的海 第二個就是說 即使我們台中市很早就有通過所謂的公民投票 所以剛剛這個佳龍委員所提到的 任何重大的市政建設 我是覺得或許未來也是一個可嘗試的方向 讓市民公民投票的這個過程 好好去爭辯去辯論 甚至去認識理解任何大型的投資案 對它的好處跟壞處 而不是少數的團體做完決策之後 然後一般的市民實際上是沒有機會參與 然後必須去忍受這個成果 我想我們大概就用這兩部分來做一個結束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楊崇英 楊崇英 楊崇英 我們掌聲歡迎他 接下來第二篇論文的題目為 台中市公務管制具體作法